国内某石油大厂对内部员工发出通知 接获北市卫生局通报 有一名丹麦籍技师去年底来台长达21天 要出镜时却验出确诊 有报导一名自台湾出镜的丹麦籍人士 在泰国验出Communiting阳性的部分 那中流行警指挥中心在此特点澄清 这是不实的讯息 指挥中心紧急发出声明 证实确有此事 案874丹麦籍30多岁男性 去年12月30来台派工 今年1月14日检疫期满裁剪阴性 14到16日到嘉义新钢厂作业 不过16日之后就展开自由活动 之后为了出镜20日自费裁剪裁确诊 至今无症状CT值30 目前匡列接触者17人全部隔离中 而石油大厂嘉义厂区和台北总部都展开大消毒 不过证明个案来台21天才确诊 指挥中心列为境外移入 但医师分析本土感染可能性也很高 以可能性来判断呢 境内的可能性会比境外高一点 它进台湾已经差不多21天了 它的CD值通常预期会再高一点 可能到33左右或到33到35 而这名丹麦技师虽然经过14天检疫 加上一次筛检阴性 但自主管理期间就上工 而且无症状有四天自由啪啪灶 现在无症状感染比例高达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也成为全球防疫最大难题 把口罩戴好 手一直常常洗嘛 再来就是医院的诊所的医生 第一线的医生呢 要有工具可以筛检啊 可以在20分钟知道结果的 那这样只要他有华语 他就可以顺手做一下 医师建议应该让筛检工具更普及 否则现在无症状或是阴阳反复比例都不少 恐怕会成为防疫的超大死教 欢迎新闻郭远亭 陈丽婷 台北报道